接著要上個東西叫做電磁鐵 當一個軟鐵棒插到一個螺線管內部 然後螺線管通電之後 螺線管就會有一個磁場有個磁力的作用 這個磁場跟磁力的作用會使軟鐵棒磁化 軟鐵棒磁化它就變成了一個磁鐵 那因為它是通電之後會產生的磁鐵 所以叫做電磁鐵 因為是軟鐵棒所以容易磁化磁力也容易消失 所以一通電它就會有螺線管就會有磁場 鐵棒就被磁化就變成有磁力 斷電完以後線圈就沒有所謂的磁場沒有磁力 那麼軟鐵棒就不會被磁化磁力量就會消失 所以通電就有磁力不通電就沒有磁力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所謂的電磁鐵 而且電磁鐵當我這個線圈如果插入軟鐵棒之後 通電之後的磁力會比只有線圈的磁力大 會有線圈的磁力大 好 為什麼叫電磁鐵 通電才有嘛 沒通電就沒有 因為我是軟鐵棒 好 容易被磁化磁力也容易消失 所以沒有電流就沒有電流磁效應 我們的線圈就沒有磁場 就不會使它磁化 所以磁性就會消失 所以就會消失 OK 好 就是有通電沒有通電 現在是沒有通電就沒有磁力 然後如果一旦通電之後呢 就會有磁力 安培右手定則告訴我 左邊是N 右邊是S 一旦斷電呢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就所謂的電磁鐵 就所謂的電磁鐵 好 剛才講說 插入軟鐵的線圈磁力 比單獨的線圈要大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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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示你啊 提示你 它到底有幾個磁力啊 它到底有幾個磁力啊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2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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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男叫32 睡覺 32 為什麼有軟鐵棒的磁力比較強 請坐 講的不清不楚但基本上正確 一路插入軟鐵棒再通電流就會有兩個磁場 哪兩個磁場 一個叫做電流磁效應的磁場 一個是軟鐵棒被磁化的磁場 軟鐵棒磁化的磁場 所以它有兩個磁場 所以是要 這老師問的問題 這個是 有人就 有人就問你 畫一個磁化 問你說誰磁力比較強 剛剛講話有什麼線圈密度有沒有 電流大小有沒有 再一個有沒有插軟鐵棒 有沒有插軟鐵棒 好問你誰磁力比較強 OK 好來 那怎麼讓它變強 那怎麼讓它變強 根據我們前面有教過的內容 你現在希望這個電流的磁力變強 你什麼方法可以做 我給你講三個方法 你最少可以講出兩個 你最少可以講出兩個 兩個方法 讓它磁力會變強 三號 三號 你最少應該可以講出兩個 讓它磁力變強的方法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示講過了 什麼叫縮短距離 不知道 封強電流 封強電流 我已經是線圈了 不能再到 我前面有交過線圈的遲纍大 跟誰有關嗎 增加紮密度去你的輸命程度 蛤? 弄密一點 你做 你至少會前兩個 第一個就是電流變大 我們講過跟電流成正比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紮速密度變大 我是跟你說跟紮速密度成正比 第二個就是軟體的數目變多 這還有一些小細節啦 就是同樣的面積是一根粗的鐵棒 還是好幾根細的那個鐵棒好 那這個有一個說法 但是我們國人都不理它 反正就是軟體棒多 那就會磁力會變多 所以你至少要會前兩個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了 所以我這個方法可以使我的電磁鐵的磁力增強 電流變大 紮速密度變多 增加紮理棒的數目 然後考試就會考這個 畫些圖 問你說誰的磁力大 電流大的磁力大 紮速密度大的磁力大 有差軟鐵棒的磁力會比較大 就這樣子 OK 讓你能夠理解一下 就是有關於電磁鐵的部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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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